为了宣传新剧,于正上周没少发疯,开直播,撕女演员,开机仪式上诅咒推掉她的演员都去戏几轮操作过后,全网都知道她又开了新剧,倒也不吃惊,于正一直就是这样的人,她撕过的女明星两只手都数不过来,巧的是,他们后来都混得很好,被于正撕过,似乎变成一种女明星事业风向标,究其成功原因,是以奇人之道,还置奇人之身。 于正第一个司的大花,曾经的数七档女王之一,现在已经成功升级女制片人,手上佳作不少。 曾经,于正在综艺上被问到娱乐圈里她最讨厌的人,我最讨厌所有扮演白莲花,其实是麻辣烫的人,就是表面温顺,骨子里两面三刀,已知在于正口中该人物,女的,台湾的,过气了,又被我做红了,猜猜是谁,答案,林心如。 恩怨源于美人心计,于正的剧,林心如演女主斗衣访,彼时,林心如已经三十好几,在那个年代,过论女演员的黄金时期,可选的角色范围变窄,在过气边缘。 2010年的美人心计大获成功,让林心如在内地重新有了势头,当时于正说是自己让她闲于翻身,满屏讲林心如是她和做过最愉快的演员,也正值林心如自己开工作室,转型当制作人的当口。 她看准玛丽苏古偶题材有市场,就踩着风口,自制了一部《轻视黄飞》,男主演选的演艺宽或剑华,天涯四美占了两个,也是林心如《我当制片人》,率是很重要的的名言起始地。 《轻视黄飞收视大报》,在当时同时段的全国省级收视中排第一,制片人林心如首战告捷。 这年她35岁,其实当制片人,林心如从2009年就开始筹划了,她成立自己的工作室,想要折腾出事业的DFN春,因为做演员,其实是在一个很被动的框框里挑选剧本,机会有限,她要做创造机会的人。 林心如回忆自己当时跟经纪人的谈话,她说,我不要只是当一个挂名的制作人,我要真的亲身去参与,去了解,真的想要学到东西。 可于政这边呢,自觉自己被删债,很是不爽,发微博内涵,还说,别老搅我的美人,都被你搅耻目了。 但就是不直接点名,面对于政综艺上那番话,林心如也不处,正面回对。 如果是个男人的话,就应该站出来,把话说清楚,我不生气,完全不会把她放在心上,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。 从古早的穷瑶女主,到美人心计大女主翻红,然后退居幕后,做制片掌握主动权,林心如的野心,有目共睹。 不过从台前到幕后,这条路没有那么好走。 接下来不管是她出演还是制作的作品,被烂片脑残马力苏几个词排列组合式的喷。 比如2012年的姐姐力正向前走,平分5.0,观众忧心她一把年纪了,还在演大龄偶像剧。 比如2014年的京城81号,平分4.7,影评可以总结为莫名其妙看到吐血。 比如2016年的秀丽江山之长歌行,平分6.1,好于前两部,但大型古装历史爱情剧已经不再吃香。 不过共同点是,积累经验了,赚到钱了,摸索出路子了。 她在采访里讲,我觉得现在内地的剧集,把更多的资金压在卡丝上面,而不是压在制作上面,我觉得有一点本末倒置。 在内地能施展的空间有限,她就回台和网飞合作,有了华灯出赏,他们创业那些鸟式模仿饭。 前几年韩剧火出圈,她不希望国际市场提到亚洲剧,就只想到由于游戏,自己就做出了几部不俗的华语剧。 观众评价,穷瑶剧的傻白甜小花是我们对林心如最大的误解。 其实十几年前就能看出来。 当制片人,她不是一开始就做得好,也扑过剧,但一直在坚持,找门路找方法。 市场风向转到哪边,她就快速反应根据哪边。 这样的人,当然不会只是乖乖听于正的甜言蜜语,陪她演什么人情世故,老好人戏嘛。 女明星有自己的大女人成长线,有自己的事业要搞,才不是你于正的NPC。 于正还以为自己是帮大忙的就是主,殊不知女明星只用她当垫脚石,各取所需罢了。 当然,于正不一定不知道或者应该说,她太明白了,她眼里的背叛摇身一变就能变成她的舆论工具,再造出下一个话题。 开思几年后,林心如陷入争议,于正又出现力挺林心如,回复质疑她的网友,不能因为当事者跟你有过不愉快,就不客观看待事实。 翻脸如翻书,屡试不爽。 同样的招数,于正在杨幂身上也用过。 杨幂在《美人心记》里演血缘,又因为公所心欲爆红,于正得意的不得了。 频频夸赞杨幂演技好又高情商,得奖还要第一时间给她打电话,句句不离她们关系有多亲密。 但事业已经更上一层楼的杨幂,显然不会跟于正在这蹉跎。 功大伙是2011年,2012年杨幂就成立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,不仅当演员也当老板。 北京爱情故事小时代系列接踵而来,拍剧拍电影上综艺,保持在大众面前的曝光,一点也没闲着。 当杨幂自己发展,升了咖位,涨了片酬,不再跟于正玩一些闺蜜戏码,她的落井下石又来了。 内涵小时代三世烂天,上节目宣传自己的电影说杨幂现在又老又贵。 关系好是闭着眼,也要夸得天花乱坠的人,一旦转身离开,她都得各种内涵阴阳。 而于正那时候力捧的袁珊珊,被全网黑,也有她乱说话乱发言的原因。 杨幂不理她,自己的事业忙得不亦乐乎呢,才来不及给于正一点眼色。 2014年,古剑奇谈又火热,杨幂不仅有落井川,又有了风情血。 俩人纷纷和和时好时坏,后来于正又给杨幂宣传我是正人,说她不是当年的小女生了,已经成长为出色的演员。 杨幂这次给她个眼神,微博认证她是真的朋友。 依旧马不停蹄搞古偶,豪流量,2017年,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再下一城。 她常常在采访里输出的一个观点是,已经发生的事,再好再坏都和她没关系了。 随时排出不良情绪,往里放新鲜的东西。 回看是一件特别没有意义,且浪费时间的事情。 她也很珍惜自己的每一次善意,一定要施展到对自己有用的人和世上,不像于正一直发疯。 就成了于正口中的势力演。 2018年,杨幂陷入诈娟门争议。 真朋友于妈趁热写了一篇叫红人的故事,把她的私生活和个人品德阴阳权了。 说她红了之后多么态度冷淡,多么姿态高傲,多么势力演,在自己身陷淋雨之时,视而不见。 都是她自己爱做,且正在做的事。 我把中文互联网检索了个遍,除了于正自己,没人提过这些往事。 所以除她自己和杨幂,没人能证明真假。 文里的角色被网友一一解密,小力指杨幂,一名是于正自己。 她还死不承认,说自己是在自娱自乐,粉丝不要对号入座。 俨然一副自己是受害人,真心被辜负,还被人误解的形象。 顺便一提,她写小作文是六月份,《严喜攻略》当年七月份开播,前后没差多久。 再过几年,她做了个演技类综艺,叫来一众明星录制宣传VCR,其中就有杨幂。 网友说于正没原则,他说他俩关系一直好着呢,又单方面兵士前嫌了。 而秘姐的无日三省无身事,我没自己的生活吗? 我没自己的事干吗?我没自己的朋友吗? 注定会成功的杨幂,没有于正,她也能瞄准另外的机会。 于正思女明星的战绩还远不止这些,细数下来估计能写个军书十八卷。 古早一些的,排公所株连时,炮轰佟丽娅临时放鸽子,才换了女主让袁珊珊上阵,佟丽娅回应从没收到邀约。 最近几年的,内涵没能成功合作的赵露丝是绿茶,直言周迅家的艺人张静怡是胡喀不认识。 某种意义上,于正跟他思的女明星本质是一种人,一种注定会成功的人。 虽然手段不同,但共同点是明白自己要什么,敢于提需求,绝不会因为看脸色委屈自己。 你骂我就骂回去,闹白之后重新演关系好,也可以来个双赢,利益至上结果倒下。 对于杨幂和林心如来说,没有余正,也会有余返,或者王正张正李正,都是姐往前走的脚踏板而已。 相比之下,那些一直乖乖听余正的话,跟着余正干的,最多有一次爆红,往后便是下坡路。 而踏着余正离开的那些人,才是真正的飞升。 不过,流水的女演员,铁打的余正,她也视力眼,厚脸皮,把与其反省自己,不如指责他人贯彻到底。 评价这个,批评那个,说好听叫介事,难听点就是硬蹭。 不管谁的名字,只要上了头条,蹭到,就是余正赚到了。 你再 model了。 你再结束呢。